所以你今天要做的這一道是什麼 醬草QQ地瓜球 這些有賣一下偶銀那樣子 你把它用地瓜來做 是不是 對 沒錯 一般我們做偶銀 做地瓜銀都是吃甜的 它裡面會有甜在裡面 可是我們今天把它做成鹹食 而且是無膚質的鹹食 好 怎麼做 這邊的地瓜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地瓜 五十七 六十號的都可以 那蒸熟了之後 你只要摸 你手能夠摸的溫度 不要燙傷 然後把皮去掉 這邊地瓜 我們加上地瓜粉 大概比例要加多少 大概一比一 對 大概一比一 你就是地瓜大概多少的量 然後地瓜粉就給它多少 然後再來就是紓壓的時間了 紓壓時間就一直去抓它是不是 你就一直去抓它 這個時候你叫小朋友去做都可以 了解 是不是這要讓它有一點那種口感 因為膚質我們平常吃一些麵皮或什麼 它就是有一些咬勁 沒有咬勁的話 就很多人都覺得不好吃了 對 其實我們先講一下 現在滿流行一個東西叫無膚質料理 知影今天就要帶來就是無膚質料理 那膚質其實是什麼東西 它通常會在一些大麥 黑麥 小麥裡頭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常常吃的麵包 尤其是它的那個Q的嚼勁 其實就是這個膚質的來源 所以那種歐式麵包 對 特別有嚼勁的那種東西 那另外要特別小心的是一些地雷區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些 你直接可以想像到小麥大麥做的東西 麵包 歐式的餐點 你比較容易想像到 燕麥裡頭其實也含有膚質 再來是有些中式的料理 其實也含有膚質 例如水餃皮 例如饅頭皮 它其實一樣是從小麥的東西做成 那為什麼無膚質料理最近很流行 其實是跟這個膚質本身的一個 腸道過敏反應有關 這個膚質其實它是一種 比較特殊的蛋白質 我們腸道它沒有辦法完全把它分成 最小的顆粒 所以它對於有一些特殊的人 它對於一般人 有些人就會出現一些微微的腸道過敏 它對於有些特殊的人 會出現一個滿有名的疾病 叫乳迷蟹 Celic disease 它是一種因為膚質而產生 腸道嚴重敏感的狀態 最嚴重可能會誘發一些 自體免疫反應 我曾經就有一個病人 是他是年輕人 然後他在台灣都好好的 他到了一趟美國 你知道美國的食物要嘛披薩 要嘛義大利麵 要嘛麵包 結果過了三個月 他就緊急回來 因為他的紅斑性囊瘡 發作了 對 發作了 所以還是要特別小心 是如果今天你發現 你每次吃到這種 膚質的食物比例高 你腸胃道不舒服 或出現現過敏反應 你不妨去跟醫生討論看看 你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所謂的膚質 好 來 所以那時候要捏到什麼軟硬度 捏到所有的粉都平均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所有的地瓜 都成泥狀了 這個手感摸起來會很舒服 很像在玩黏土的感覺 這小朋友一定超厲害的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對 這樣就可以 然後你可以把它揉成長條形 之後用刀子 切切切 把它切切切切 如果做一樣還要再收 但是你沒有特別把它弄圓圓 對 沒錯 那做到這個階段之後呢 做到這個階段 我們直接下水 這水開之後才能加 對 把它放 對 水開之後加 如果你水沒有開放進去 他會有一點點會比較煮的 有一點沒那麼Q 其實你這是不是做完之後 要馬上吃掉 因為在擺好像會乾掉 乾掉沒關係 就是現燙的最好吃 燙起來都不能 這個 這個放久了乾掉 沒關係 你用袋子裝起來都可以放 所以可以做一次 可以做一次很久 對 然後這邊我們來炒它的配料 我們這邊一點點的橄欖油 好的 然後我們的洋蔥把它加進來 煮的時候還有什麼秘訣嗎 煮的秘訣 其實你就是稍微把它水攪動一下 不要讓它糟到那個果底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你就觀察它 浮起來就可以了 浮起來像我們煮水餃一樣 沒錯 浮起來 然後那個就代表它已經熟了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把它炒在 這所有的食材裡面 所以這邊其實也不用到非常熟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它搬過來 OK 好 小柯你前陣子確診 確診之後你覺得身體上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有 腸胃性的一些問題 然後常常會有點脹氣 但確診康復之後 我發現這脹氣的問題更嚴重 我現在時常可能量沒有抓好 吃太多 我的胃還有胃脹氣 就會變得特別嚴重 而且嚴重是一整天的 你必須要到隔天才會好的那一種 然後也很容易拉肚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我想問一下醫師 確診或者是打完疫苗 因為確診人數 在台灣是有登記的 就有400多萬人 加上黑數的話 可能超過1200萬 一半人都是確診的 很多人在身體上有些變化嗎 尤其過敏的人更容易發作嗎 其實我們確實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是最近尤其是你確診過 你打完疫苗後 你原本體內可能潛在的小問題 就好像有拿了一個放大器 被放大了 所以我們真的在 比如說以我門診上來講 就曾經有病人 他其實是因為失診的關係來就診 其實都治療得差不多了 就在要回診的前一個月 剛好確診 所以他這個月的過程中 其實過得非常不好 整個異味性皮膚炎 整個又在大發作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 其實這兩個點 一個就是真的你確診後 小心你原本的問題 會不會出現得比較明顯 第二個點就是 如果你今天本來你覺得沒事 可是你出現了一個問題 在確診後 其實你反而回去重視 是不是你身體有一些 本來就沒有那麼穩定的狀態 回頭去把你的身體調得比較健康 那會不會過了三個月六個月之後 他就自然恢復呢 有一些人是可以的 有一些人可能他在過程中 沒有調整好 他可能會所謂的長新冠 其實就是這樣 他甚至有一些研究是到 一年或一年半 所以要特別小心 理事長 你有遇到這樣的病人嗎 有沒有來跟你求診的 最近就是確診後的病人 皮膚過敏的人來看非常多 其實我們新冠肺炎的這個病毒 他其實會感染到身體上的任何系統 包括心血管 包括神經 包括腸胃 皮膚系統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範圍 皮膚過敏的話 最常見就是出現了紅疹的一個情形 其實我們在過敏體質方面 基本上會得到過敏 有一個遺傳性的體質 再加上他的體力免疫力不良 當他的體力免疫不良 因為被病毒感染以後 抵抗力降低以後 再加上這個所謂的過敏炎 這樣又發展得很厲害 那在中藥裡面 當然讓我們的一個體質來改變的話 是可以用像補忌茶 補忌茶就是人參跟西洋參 就是說我們用山須人參片也可以 西洋參 參片花西參也可以 各大概10克左右 用800CC到1000CC的水來熬煮 會增加抵抗力 比較不會過敏 比較不會過敏 但是要確定 確定你是確診後 你的病毒量已經減到很低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確定 就是變回一條線嗎 今天不是 快篩因以後只是告訴你 不傳染別人而已 世界衛生組織有公告 28天 就是說確診後的28天 還是維持高的病毒量 對 那這個時候身體會有點發炎的反應 那一般我們是在整脈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它 是不是它還有很高的病毒量 所以原則上確診之後28天 想要補氣才可以喝這個補氣茶 就是說你一些症狀不見得 人家可以考慮 當然我們自我感覺說 身體這種疲勞的現象 心跳加速 這種情形的話 大概病毒量都是很少 OK 好 所以這是可以注意的地方 再來 志穎你這邊差不多了 對 已經浮起來了之後 我們就把它撈過來 那我們這邊有炒了一些香菇 櫛瓜 洋蔥 然後一些甜椒 然後加過來之後 我們給它一點點的湯汁 就剛好我們燙地瓜球的湯汁 一點點的湯汁 這裡頭其實也有炭水化合物了 對 然後再來給它一點點的醬料 這樣讓我想到韓國人 他們吃年糕 對 有什麼樣的感覺 沒錯 這吃起來完全就是那種 韓國年糕的感覺 韓國年糕 年糕是米做的是不是 對 沒錯 然後韓國年糕它有一個 如果你在剛炒完的時候吃 它是有一點點像是義大利麵 有米心 可是稍微放一下之後 是不是非常的軟糯 是 現在這個口感就會是這個口感 非常軟糯的那種口感 這樣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道無膚質料理 我們用的是地瓜 也是在台灣很好吃很養生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無膚質飲食 醬炒QQ地瓜球 自製的Q彈地瓜球 搭配多種蔬菜一起拌炒 傳統的甜點變成鹹食 幫你緩解消化道問題喔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